哇 鴨 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華蓮公主以及鴨王 對 沒有錯 你看我是不是對大家很好 我不但把整隻烤鴨帶來 我連鴨王都帶到很厲害 好厲害 王子 王子 對 王子現在就要把我們馬上騙鴨 騙場騙嗎 來一場騙鴨秀 你看到這個鴨子 大家會說 請 大家會想說有這麼多烤鴨 為什麼這一家那麼厲害呢 因為其實這一家在大直的飯店 這個飯店裡面的中餐廳 它其實就非常有名 很多人結婚的時候會去這邊請客 那我的婚宴已經在陣子 你的娘家對不對 一定是你的 然後你知道因為請客你會吃 比如說辦婚宴那陣子 如果朋友去吃了很多人的婚宴 你會覺得這一間好像沒有很好吃 那一間好像還好 我跟你說 我的婚宴是我所有朋友裡面 說目前心目中吃過最好吃的飯店 然後你知道在疫情期間 大家不是都會叫那種外帶烤鴨 回家吃嗎 各大飯店都有 他們真的是所有人排名最好吃的 真的 真的 我真的也可以 你也叫過嗎 我有叫過 沒有 我還沒有 可是我朋友他帶他老公 從美國回來台灣 他的老公是香港人 但是他就是一直住在美國 所以他就是說 我說你在台灣要住想吃什麼 他說想吃烤鴨 我說好 然後去搜尋很多很多家 然後大家都說這一家 這一家 真的真的 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因為他們 其實來的時候很用心 他們在外面 趕快把這個鴨子 再重新弄熱 然後淋那個熱油 那竟然要趁熱趕快騙給大家吃 我們來 而且剛剛師傅 一嚇到 我就聽到卡滋卡人的聲音 對啊 我可是就不要多脆 而且你們看 這個烤鴨 它不是就是烤成外皮精亮的感覺 你看它左邊這邊 它有各式各樣的辛香料 總會有二十幾種 它會把這些辛香料 磨成這樣子的粉 然後塞到鴨子的肚子裡面 去讓它做醃漬 然後再來烤 所以你知道它的美味是 從裡面散發出來 鴨子已經做過SPA了 對 你們試試看 我來幫他 放到肚子裡面去 去煙燻它 煙燻嗎 對 好剛耶 這個鴨是有選說它幾個月 或公跟補 公斤幾斤了嗎 我們是選用3到3.5公斤的鴨子 然後 對 以台斤來算的話是至少有 足5斤到6斤的鴨 然後我們是選用雲林那邊的甜鴨 甜鴨 對 它到現在 好聞喔 它到現在還在那個噴汁 對啊 還在噴汁 我覺得它騙到的變成 它其實滿療癒的 是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表演 那個油一直噴出來 對 那個它的汁 它的噴汁 而且烤鴨其實很吃師傅的片法 很多 因為它其實切 每一個肉有紋理 那它要很了解這個鴨 它才能把 這塊形狀的肉切下來最好吃 譬如說雞腿這個肉要怎麼切 它們都會有這個 因為如果你切不好 你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鴨子本身的這裡 狀況不一樣 對 雯理不一樣 那它們烤完之後 像他們譬如說 他們都選3到5斤的這個東西 那大小只有說差一點 師傅在切肉的那個手法 他第一刀下去 他就知道它要切多厚 對 太薄了會沒有口感 太厚又會咬福豆 對 所以你到他們這邊去 你除了這樣吃之外 他就會等一下 你就可能他說 你要2吃或3吃 或你做成湯 對 一個是片鴨 然後我們另外一份的話是煮 鴨湯 對 芋頭米粉湯這樣 然後 有的會有鴨鬆 另外一個是鴨鬆 或者是炒鴨絲 也可以選擇說炒鴨架 劉莉姐 你可以叫這一份 因為回去你就擺在你桌上 假裝是你弄 因為這是我靠鴨 我不相信 現在大家都在幫你想 你過年要叫什麼 他真的大廚了 烤鴨都可以做了 我對他們也沒有騙子了 以後我真的煮了 人家都不相信 怎麼樣 烤鴨怎麼樣 好好吃 對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醬搭配的 也很巧妙 因為有些太鹹或太甜都不行 我覺得它剛剛好 再加上它一定要搭那個黃瓜 黃瓜的出現 對 然後讓它可能很簡膩的感覺 對 不會很油膩 你說的是對 因為很多台灣的家庭 都是醬油太甜 因為都是外國人 我覺得甜的東西 加肉有點奇怪 對 那剛剛好 又鮮又甜 可是我才覺得 你把炒鴨吃的才甜 沒有 我喜歡吃的 肉一定要鮮的 就比如說那個香腸 它不是有點甜味嗎 我們都不吃 我超喜歡這個片鴨裡面 就是把所有食材 混合在一起之後 然後你在最後面咬到那個鴨皮有沒有 然後那鴨皮爆出那個汁 對 好香喔 有時候你再也會吃烤鴨 然後你這樣咬一咬 它就咬不起來 你就在那邊很尷尬 就很尷尬 對 對 對 為什麼黃瓜你要選有帶肉的 因為我們一般如果說 只有片皮的話 那它就是只有吃到 那個皮上油脂的脆而已 我們是希望說 皮跟肉的話是3比7 這樣畫的就是 黃金比例 對 跟黃金比例 然後它可以讓你們吃得到肉 也可以吃得到皮的香 然後跟它的脆這樣 就是一致滿足所有 對 讓這個鴨肉更有層次感 對 了解明白 好好吃喔 所以這是他們的烤鴨 然後下一道就是這一個 真的假的龍蝦 龍蝦 這一看就不是可以做 我已經在懷疑不是Julie做的 這個端出去應該就是馬上被拆穿 我跟你講 這道龍蝦呢 它叫做松露知識龍蝦 松露龍蝦 對 你們看到它的體型 你們有沒有覺得它很小 它不是 龍蝦不是應該要波士頓龍蝦弄短 對 這個不是波士頓龍蝦 對 很厲害 我跟你說 它是我們台灣自己的龍蝦 你知道在龍洞 很貴耶 很貴 對 你是老偷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龍蝦是要幹嘛嗎 你每一個潛水夫都要自己潛下去 人工去找天下的龍蝦餅 對 而且一定要晚上才能去抓 對 沒錯 所以它每一隻就是小 就是 短小筋幹 它的肉質跟那種肉很鬆的波士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是會彈牙的 然後大家現在可以試試看 它的做法呢 它就是用他們的龍蝦高湯 龍蝦的上湯 然後搭配松露去混合 然後把它融合成這個 有點金黃色的感覺 剛剛起司在裡面 所以它等於是一個西式的做法對不對 對 好脆喔 很彈牙 就是很彈牙 就是跟你平常吃到的 進口龍蝦是不一樣的 好脆喔 對 好脆 我彷彿現在龍蝦比較好吃 對不對 是不是 好新鮮喔 台灣的海鮮蔬菜 都很棒 很厲害 而且這個龍蝦有鮮甜的感覺 是啊 因為它就是每天活的 所以你要去拿到這樣的量 我覺得我們自己真的拿不到 只有台灣的龍蝦 甜甜的 這是還能夠有這樣子的感覺 有端端的感覺 那一般的 波士頓 波士頓龍蝦沒有 就是肉飽而已 但是沒有這個 沒有那種甜的感覺 沒有香甜 有時候會有粉粉的 對 粉粉的 粉粉的就是冷凍的 那個肉好紮實喔 對 很彈牙 很紮實 你看年菜裡面你有這一道 大家端上來的時候 就你家有錢耶 對 很有挑戰 超級 超級雷 對 真的 超級雷 香港的朋友 你覺得這個嗎 香港的好吃 真的 對 對啊 龍蝦很有面子耶 真的 所以主要是取得很難 對 而且真的好吃 龍蝦我們是選用 大概250克上下的龍蝦 那它那個是肉質比較 比較 口感會比較好 然後會比較紮實 謝謝師傅 然後呢 到了準備甜點 大家吃一下 這個甜點呢 超級厲害 它是椰汁奶酪 上面我覺得 上面這個是什麼 上面這個是什麼 桃椒 對 不是什麼黑木 不是果凍 桃椒 是喔 這是對我們女生 很好的那個桃椒 然後搭配它底下 軟軟的椰汁的奶酪 有沒有發現 不甜 對不起 對 不甜好順口喔 但它的口感吃起來 就是跟果凍也不太一樣 有一個不一樣 對 所以妳應該會很愛吃 我可以 對不對 它比較脆脆的 沒有那個 對 你喜歡裝一個感覺 對軟軟的 我也好愛吃桃椒 真的 桃椒很有飽出來 我應該會叫這一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就是喜歡桃椒 然後我以往 我自己做桃椒 那是很累 泡 要泡 要泡很久 對 要顧著那個水 對 就是跟辣媽一樣這樣顧 對 我就覺得我顧那個 光竹竹就很累 顧到一路就過 對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第一次用筷子吃桃椒 所以它很棒 永遠吃不到 你看鹹的甜的 然後整份 對 最後面再用這個桃椒來抽 整份擺在你家桌上 我覺得真的是 很澎湃 好好吃 對 好幸福 對 謝謝 厲害 真的